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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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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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以整个智慧园区及上半大楼来看 空调系统包含冰水主机 空调箱冷却水塔等 其实它的能耗占比 大概约占整体的6到7成 所以针对这些用电负载的管理 一定会从这些大型高耗设备下手 进行分散需量峰值管理 特别是在夏季的时候 避免用电超约 在林口园区一期的冰水主机有三台 那采用二用一倍轮流运转 初期是以冰水回水的温度 进行主机群的加卸载 那透过IEM10EcoWatch的数据统计 及风评谷的分析 发现设备的启停的频率异常 及能耗实用偏高 因此我们在加入冰水主机的 负载回馈及冰水出水温度的 动态的调控 来进行主机群的加卸载 透过尖峰用电的移转分散需量的峰值 那成功的一直超约的几率 然后符合整个整体的契约的容量 那对于台电契约容量的年度调整 我相信每个企业主在当下 也都非常难决定 那因为没有长期的数据的分析 给予建议 到底是不是要调高 整个契约容量的不被 加收超约的费用 还是是我不调高契约容量 让部分的时间超出契约容量 然后让它收一点点费用 此时 研华的IMS Echo Watch 也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以研华领口园区 在2020年的时候呢 与台电契约容量签订2500KW 那透过IMS Echo Watch 我们建立整个虚量的目标 透过虚量分析的模组 进行整个数据的统计 及分析 在2020年的时候 我们每个月的用电的峰值 的统计之后 系统会主动的提供 最减少的契约容量的建议 然后作为2021年的签约的依据 那因为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是依照整个建议的 这个契约容量的签订 我们在2021年的时候呢 可以节省约莫是165,000元 那从IMS Echo Watch的 精实管理的手法 达到永续经营的目标 那接下来我相信大家 一定会问说 那从高耗能的这些设备呢 研华市如何执行高效节能调控 首先会以电子料仓的 空调箱HU来说明 那我们透过边缘运算 A等3600控制器 结合时间的排程 操作参数的配方的模组 进行调控 透过风管的压差 进行PID的变频转速调控 及风管温度来去调控 整个冰水阀的开度 维持室内的温湿度的稳定 同时也搭载的IEMS HVAC 暖通空调能效管理方案 那Dashboard上面呢 可以提供整个耗电量 冰水温差 它的实际值 及它的设定值的趋势图 那同时可以进行整个能效的分析 及诊断 可以让厂务人员呢 随时去查看整个关键的参数 以利整个操作参数的去调整 那我们执行三年 这个节能大概是五万两千度 好 接下来跟各位来说明一下 整个在制程单元中 高耗的设备空压机 那我称的空压机是吃电的怪兽 那整个空压系统依照整个工厂制程的类型 不同其耗电量约占整场耗能 大概15到60% 那从整个产能及产线设备的增加 空压系统的能耗的占比 也会逐步的提升 我想这也是各位想要改善优化的地方 以沿华来说 我们在林口二期的制造中心 共有三台100马力的空压机 以二用一倍每日运行 那透过整个制程的空压机呢 可以提供SMT跟DIP的 这个生产的设备 那我们这个运行大概是每日24小时 其成为周一的八点开到周日的九点关 所以这是长时间的运行 它的用电量非常的大 因此呢我们也透过 边缘运算A等3600控制器 去结合流量及压力的参数的模组 进行加卸载的压力的调控 以减少呢频繁的启停 那同时我们也结合 IEMS Confessor 这个空压机的这个能效管理的方案 Dashboard呢可以提供3D这个制程的流程图 包含这些耗电量的趋势图 及关键的特征值的参数 流量及压力 那进行这个能效的分析其空压基础群的 动态的这个加载的配方 我们执行一年对比前后年机台生产的工时 有没有可以减少12万度 好这是我最后一张的简报 就是研滑领口智能共创园区呢 我们是采用IEMS智慧能源解决方案为核心 以高实用性高扩充性快速部署 那我们可以掌握所有的能源的使用的情况 我们以盘点现状数据驱动设备调控优化效率 数据累积持续管理三大构面 那我们会持续不断的改善经济 实现企业永续ESG目标 那可以希望跟各位这个业界先进呢 可以与研滑 携手共创数位优化 永续转型 双轨并行 好以上是我这边的分享 好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